KG你从拉丁来 咬到拉丁去 怎么样 我的重庆话标不标准 客观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江湖 我们今天要去吃的这家重庆醉意鲜 他们家招牌的来凤鱼 可以说是江湖菜的鼻祖 我不仅要去吃这个来凤鱼 还要吃它的CP碧山兔 我们要去尝一下这个鱼兔CP 究竟好不好吃呢 走 然后你也有点善鱼 对啊 但是我跟你说 盘龙扇不是善鱼 是盘龙扇 人家燕疵 你对极浆那个的土石就没有话要说了 对不起 啊 看我 我不要动了 他还在看我 他不看你看谁啊 看他 看我干嘛 是他要吃的 整个焦就啥个名字 超天焦 超天焦 是没有张红的超天焦是吗 他会被别红的 我平时看超天焦是红的 有红的 我今天中午是真的吃出了大胃王的感觉 这盘子的尺寸就是 他能用实力证明他是江湖菜的笔笔 江湖菜什么意思 不仅是重口重味 他盘子还大 等于是江湖人士是一定要吃这么大盘子是不是 然后我今天这一桌菜 凉山108好汉一起来吃应该也够的吧 来给大家画重点 来凤鱼 它的特点是什么 麻辣鲜香嫩 我们先试一下 然后再加一个麻辣鲜香嫩烫的感觉 这个菜一上桌的时候 它可以油不出于沸腾状态 它在咕咕咕咕的起泡 你知道吗 吃的时候烫这个字就很关键了 因为温度跟食物的味道 其实是关联非常简易 为什么头的字叫热辣呢 就是麻辣重口味的菜 一定要在温度很高的时候去吃 你才能够深切地感受到 那个辣椒和花椒的香味 这个鱼真的是太嫩了 这真的好多 刺多的鱼不好吃 好吃的鱼刺多 什么 我没说法 好吃的鱼刺多 刺少的鱼不好吃 我没说法 真香 哎呀 看一下它表面上 我的这一瓶炒了已经有一点点 略微花椒 但是椒而不服的这个辣椒 我要开始烹口吃辣椒了 发现这个辣椒就是经过油爆过之后 就是它冰零快活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它的香味才是脆弱的 这花椒也是 既然我们吃了来不如 我们就再吃一下它的CP 第三兔 这醋就太爽了 因为没有刺 你吃起来完全没有厚醋之优 香味的层次要多很多 有了香料之后 它的香就变得比较厚重 它们两个有两个不同的点 一个是里面都会加泡椒和泡浆 还有一个是最后一定会有滚油醋香的过程 现宰杀的兔子 真的很好吃 新鲜的兔子 它的那种鲜嫩和弹性 完全不是那种冷冻货 或者是冷鲜货 能够比较 丝丝一味 所以看你笑不笑 每人也忘记就是一盆辣椒和花椒 它这个口感也太好了吧 这个兔子 口感和香味比它还要输出 它的口感真的很奇妙 就是那么大一块 头嚼起来 你会明显的感觉到 兔子外面有一层胃口 有层胃口 这个才是实力演示的外苏人的 那我吃辣椒了 我吃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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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果你光吃那个兔子 我会觉得 这个辣椒不算是很辣呀 是沾染着那种辣椒的 清新的藤辣味 加上青花椒那种清新的麻味 就是很小清新的麻辣味 你知道吗 就还好 不是很臭口味 你吃辣椒是什么吃 而且你不要吃尖尖 你一定要吃那个 尾巴上有辣椒子的那一块 我现在感觉我的舌灯在燃烧 谈龙扇这个菜 剩余下锅的时候还是很坏 然后活上一点 意味着它没有 就是清理的这个过程 它的内脏还完整的 在它的小小身躯里面 就是在它肚子这一边 你把它扶开 这就是内脏 这就把它取下来 然后如果你对头有什么恐惧的话 我会建议它就把头也切得好 花宝酥 我这个菜煎得太好了 它一定是那种小扇仁很细 被炸过之后 它捅的头都是酥的 它是干辣椒 干花椒加上自然 就是有点烧烤味的感觉 像看吃蛇 是不是 吃到自己尾巴要看吃蛇 我今次的女孩吃盘龙扇 一定是这样子的 一口 放进去一瞬间它打开了 老实说 在粉丝给我推荐他们家店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下图片 我是真的被这一盘菜吸引了 然后很多人对它的称呼就是 红糖紫巴 它是红糖炒汤圆 四八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点关系 一个是糯米做的 人生第一次吃这个菜 它这么软和里吗 这是非常细嫩暖滑的口感 你吃到那个糯米和红糖 它们混合在一起的香味和红糖 餐后甜品完美 我们今天是这家重庆最一鲜 他们家开了有六年了 然后人均是69 人少的话 我觉得点一个菜加一个素材都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真的 我们四个人可能都吃不完 在今天点的所有的招牌菜里面 蓝宝鱼和B3兔是真的好吃的 但它好吃的程度 如果跟这两个菜比起来 它没有达到那么经验的程度 可以说青椒兔和盘龙肾鱼 超出了好吃 它已经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 如果你看辣 一定要点这个红糖炒上面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 还简易的餐口甜点 诶我的朋友们呢 这是那个108好汉呢 这个也是坐不下吧 哈哈